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师傅 英国劍桥公爵威廉和夫人海帝宣布 他们的宝宝将会叫乔治·亚历山大·路易斯 乔治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意胜出的 因为之前有六个英国国王都是用乔治做称号 其实乔治和香港人的生活都算是息息相关的 好像有公园 街道和学校都是用英皇乔治来命名 如果你有英皇乔治肖像的硬币就更值得恭喜 因为他们有价有市 好像乔治六世的五仙硬币价格可以过千元 英国第一个叫乔治的国王是1714年至1727年在位的乔治一世 他其实是在德国汉诺威出世 他登基之后就将日二万血统加入到英国皇室当中 乔治一世过世后他的儿子乔治二世延续汉诺威皇室的统治 皇位之后由乔治二世的孙继承成为乔治三世 乔治三世在位59年期间 美国爆发独立战争 最终英国打败与美国独立 他本人晚年更出现精神错乱 在在位的最后几年实际上是由长子也即日后的乔治四世涉政 下一个乔治国王就是英女皇的爷爷乔治五世 他在位的时候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下令将黄色的名字改为温沙 乔治五世在1936年去世之后 由于继位的爱德华八世 不爱江山爱美人 结果是同年信位 由弟弟继任也即是乔治六世 其实乔治六世本来是叫做亚尔拔的 他选乔治六世这个称号 相信是要延续父亲的形象 稳定英国民心 而皇室BB的名字当中 还有阿历山大这个名字 有学者就说由于中世纪当中 有三个苏格兰国王都是叫阿历山大 相信会有助游说苏格兰人 在明年独立公投继续支持留在英国 今日的新闻之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它 在这么多月转发了 我们下期见它 野党 现在我们下期见 还有这么多事 算是 List 财 现在 还 是